索尔将觉醒的雷锤抛出,一路火花带闪电,雷锤像陀螺一样飞速旋转,朝着吕布逼定,只见他灵魂弯下腰身,雷锤擦着他的胸膛过去,吕布立刻起身冲刺,此时的索尔手无寸体,他该如何面对? 就在此时,雷锤重新折返回来,再次出现在吕布的身后,他只能通过惯性回转,躲过雷锤的追击,你们尽管输出,牛顿的板子,我来呀! 下一秒,索尔只手抓住雷锤,这一波看似双方五五开,实际上索尔的雷锤真正的威力不在于投掷本身,而是接住雷锤之后利用惯性和离心力,使出的致命一击,这一招只在千年之前使用过,没想到吕布能把堂当天神逼到这种程度,可吕翅哈吕布没有半分退让,而是用身体实打实接下了这一锤,全场的观众都沸腾起来,吕布一个肉体繁胎,竟然接下了神明的权力一击,他脸上带着如痴如醉的笑,可腿骨早已承受不住� 从压力而崩断,鲜血瞬间流了出来,看抬的恍惚声戛然而止 虽然他拥有了神器,可毕竟是肉体繁胎,凭借这副神区跟神明对抗,本就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这场对决,吕布只能走到这儿了吗 赛场上伴随着一阵马蹄,制度马冲进战场,他舔尸着吕布的伤口 怎么能在这里倒下呢 全场观众席都在喊着吕布奉仙的名字,为他打气,他已经伤成这样,应该很难再战斗了 在设置的呐喊下,吕布握住手中的方天化剂,浑身站立着咬紧牙关 不管是为了人类而战的信念,还是对强者的执念,此时的吕布值得所有人为他呐喊 这应该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索尔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吕布小时候见过雷电劈中哭诉,那片炙热的火红却从未让他害怕过 他甚至天真的想,这片天空下一定有一个很强很强的人 吕布骑上赤兔马,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欢呼 这一刻,赤兔似乎已经成为了吕布身体的一部分 赤兔成为了吕布新的双腿,战斗继续进行 赤兔扔着场地跑了一周,似乎在做了什么准备 接着,吕布握住了方天化剂的最前端 这种握法是连他手下的将士也未曾见到过的 因为从未有人把他逼到过这步天地 这也将是吕布的最后一击 你敢相信吗? 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挥起动作,练到极致,竟可屁天开云 那年春天,吕布在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后 陷入了无尽的孤独感中 他将这种感觉转化为动力,追求更极致的强大 无论寒冬烈日,他都在山天去训自己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挥起的动作 一百下,一千下,一万下 身后满是堆积成山断掉的战绩 因为他坚信,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让他拼尽全力的对手 经过数年的沉淀终于有一天 吕布用力挥出战绩的瞬间 天上的云层都被他劈开 但遗憾的是,从未有人把他这招逼出来过 他将其命名为 天势 只见赛场上,赤兔一声嘶吼 双腿锻炼的吕布骑上马背 面对一个让他拼尽全力的对手 他又怎么能不兴奋 在吕布的用力下,赤兔马背压出鲜血 腿上却没有丝毫带满地向前冲去 天势吕布对战雷神的觉醒之锤 瞬间,巨大的爆炸只冲云霄 此时双方的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兴奋 他们未战而生,也必定未战而死 鲁布的身体也残破不堪 他用牙齿咬掉了断肢 鲁布输了 这一刻他并未感受到战败的痛苦 和身体残破的疼痛感 而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穷其一生追求的东西终于圆满了 鲁布再次侧反而上 这次他心甘情愿地赴死 在他的字典里只有战死,没有战败 索尔又怎么会不懂呢 抬手送走了他 索尔闭上了眼睛 虽然赢得了比赛 他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若鲁布不是肉体凡胎 两个人是同一身份 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赤兔马发出嘶吼 鲁布手下的将士愿求一死 追随鲁风仙 看到这样的场面 索尔很欣慰 光亮过后 赛场上满地的尸体化为碎片 这是灵魂之间的战斗 一旦灵魂损坏 就没有以后了 这场战斗 所有死去的人 包括化身为武器的女武神 都会化为宇宙的灰烬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 神明早就厌恶了人类 他们全票通过歼灭人类 女武神提出 通过战斗的方式 为人类谋求最后一线生机 神明会派出13位神 和人类历史上13位最强的人对抗 如果人类能赢下比赛 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这一场 吕布虽败犹容 吕布毕竟是血肉之躯 就算输了 也要让对方看看 什么是人 接下来会是人族亚当 和神王宙斯的对抗 双方又将会是怎样的战局呢 多么名叫 钟墓的女武神 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第一季已经完结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